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天津卫视曝光肖战喜迎幸运日 称肖战一脸正气,魅力十足 近日,肖战得到了全方面的高度认可 这种状态持续很多年了 特别是肖战深受各大媒体的高度认可 天津卫视也被肖战圈粉 直接曝光了肖战喜迎幸运日 不知不觉中,肖战出道八周年了 时间过得好快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卫视官方连连称赞 肖战一脸正气,从小到大都是如此 魅力十足,不可阻挡 据悉天津卫视官方曝光肖战喜迎幸运日 就是出道八周年的特殊日子 在这一刻非常多媒体都持续聚焦于肖战 包括各大卫视和平台 其中天津卫视官方首当其冲 称赞肖战一脸正气 从小到大都是如此 魅力十足,让人无法抗拒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一位十足的正能量偶像 也是全能型艺人 值得拥有这么多的喜欢和热爱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在为肖战送祝福 特别是看到肖战频频得到官媒的关注和称赞 这种场面非常温馨 还记得肖战在舞台上频频带来经典作品 各大地方的媒体都着迷了 争先恐后推荐肖战的舞台 以此来为自己宣传 这就是正能量偶像肖战的人格魅力 总之祝福肖战 八周年快乐 这是肖战的幸运日 也相信肖战可以继续迎风奔跑 在未来的日子里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作为小飞侠 继续做到专注自家和景言顺行 不辜负青春和热爱 魅力无穷 顺顺利利 官媒重温肖战我们的歌舞台 赞叹每个都惊艳 音乐世界太精彩 近日 网上不断有媒体在报道肖战 特别是肖战的舞台 有一家官媒直接带头 重温了肖战我们的歌的经典舞台 还连连赞叹每一个都非常惊艳 心动军港之夜 跟着感觉走等不同曲风 都非常震撼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 官媒还称赞肖战音乐世界非常精彩 不管是什么舞台 什么作品 肖战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 据悉 有一家官媒直接重温了肖战 我们的歌经典舞台 连连赞叹每一个都非常惊艳 不管是心动军港之夜 还是跟着感觉走 不同曲风都给观众们 带来了非常时刻的印象和美好回忆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的音乐世界 也非常精彩 这么多年过去了 肖战俨然成为了一位全能型艺人 演技精湛 唱歌同样很赞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在为肖战点赞 作为全能型艺人和优质榜样 肖战完全值得信赖和期待 从来都没有失望 如今的肖战 经典舞台一个接着一个 经典角色也是如此 肖战在影视剧 舞台盛典 时尚杂志等每一个领域都捷报频传 没有人可以阻挡肖战 总之祝福肖战 我们的歌已经成为了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 也是永恒的经典 真心希望肖战可以顺顺利利 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 坚守初心 勇意前行 持续输出经典 也希望肖战藏海传 德显锦志和射雕英雄传 都可以早点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非常精彩 越来越好 肖战曾被视作温柔的石头 不想却是命定的真龙 隐言 一个偶像的崛起 八年前 肖战以一名普通练习生的身份 踏入了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起初 他并未受到太多关注 被视为一块温柔的石头 没有人遇见到他未来的辉煌 正是这份被低估的潜力 成为了他日后逆袭的重要起点 在当今的娱乐产业中 偶像的成功常常引发争议 肖战的故事尤为典型 他的成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还是团队策划的产物 在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上 肖战所经历的困难与挑战 让我们对偶像文化有了更深的思考 出入娱乐圈 不被看好的温柔石头 肖战出道时 正处于中国偶像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 虽然他具备一定的外形和才华 但在众多竞争者面前 他显得并不起眼 龙丹妮作为其经纪人 起初对他的前景并不乐观 甚至将其边缘化 在一些公开场合 他曾说到 他就是一块温柔的石头 我很难想象他会闪光这种低估 不仅反映了肖战当时的处境 也揭示了娱乐圈对偶像的苛刻标准 肖战并没有因此退缩 相反 他在训练中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 不仅在唱歌和跳舞上努力提升 还通过阅读与实践来丰富自己的内涵 他的坚持和不懈努力 逐渐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 正如他自己所言 我相信 只有通过不断努力 才能打破外界的偏见 这一阶段的肖战 仿佛是历史长河中无数被低估者的缩影 无论是何种领域 成功的背后往往是显为人知的艰辛与付出 我们不禁要思考 这种被低估的现象是否普遍存在 又有多少潜力被掩盖在表象之下 逆袭之路 突破与机遇 肖战的逆袭开始于节目 在节目燃烧吧少年 通过这个平台 他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才艺 更向观众传达了自己对于梦想的执着 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在节目中 他遭遇了许多挫折 有时甚至被质疑为花瓶 但他始终保持乐观 继续努力 在节目结束时 肖战以高人气获得了不少粉丝 这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之后 肖战参与了多部影视作品 逐渐展现出自己的演技 从陈情令中的魏无限 到超星星学员中的李寻 他凭借出色的表演获得了广泛认可 这些角色不仅让他赢得了众多赞誉 也使其形象深入人心 肖战的例子再次印证了机会 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一说法 在这段逆袭的过程中 肖战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也改变了人们对偶像的认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 偶像并非只是表面的光鲜亮丽 背后更是无数日夜的汗水与坚持 在如今的娱乐圈 作品的成功往往伴随着网络上的争议和攻击 而肖战的成功也引发了不少质疑声音 有人认为他的走红是团队的功劳 而非个人的努力 对此 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偶像与团队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环境中 偶像的成功究竟是个人魅力 还是团队策划的成果 获得认可 巨星的光芒从何而来 八年的时间里 肖战不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还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偶像 他的个人专辑肖亮屡创佳记 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更是突破了千万 在某次调查中 肖战被评选为最具人气男演员 这一荣誉证明了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 肖战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光芒 这种光芒来自于他的努力 才华和人格魅力 许多粉丝在谈及肖战时 总会提到他的真诚与谦逊 在一次粉丝见面会上 他对每位前来支持他的粉丝都表示感谢 这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温暖 肖战的成功 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偶像文化的本质 在某种程度上 偶像不仅是娱乐的代名词 更是许多人追求梦想的象征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坚持 向年轻一代传递着勇敢追梦的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 肖战的形象也逐渐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 那么 偶像对于年轻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他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 承载着更多的社会责任 成功的背后 拼搏与命运的双重考验 肖战的成功 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也与其命运息息相关 成功往往是偶然的 但我认为 偶然背后是必然的积累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肖战不仅要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 还要克服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正如他所说 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 只有不断奋斗 在一次采访中 他分享了自己在学习和工作的平衡中所遇到的困难 他表示 有时我会感到疲惫 但每当看到粉丝的支持与期待 就会让我充满动力 这种对梦想的执着与热爱 正式推动他不断前行的重要力量 这让我们思考 成功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拼搏与机遇同样重要 我们常常看到许多优秀的人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遭遇挫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成功是否只是一个终点 还是一段不断探索的旅程 结尾 偶像文化中的个人奋斗与社会反思 肖战的八年旅程 充满了艰辛与奋斗 他从一名不被看好的练习生 成长为如今的巨星 这一过程不仅是个人的成就 也是对偶像文化的深刻反思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娱乐圈 偶像的成功与否 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结尾部分 我们不禁要问 偶像的成功应该如何定义 在这个过程中 是否存在着团队与个人 偶然与必然之间的不易 肖战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背后无数默默付出的人 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偶像的价值与意义 无论肖战未来将走向何方 他的经历都将激励着更多的人追寻自己的梦想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 我们期待更多如肖战般的偶像涌现 同时也希望每一个人 在追梦的路上 都能不忘初心 勇往直前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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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